诗篇第四十篇 我曾窃窃等候耶和华 他转向我,听了我的呼求 他把我从荒芜的坑里,从泥沼中拉上来 他使我的脚站在磐石上,又使我的脚步稳定 他使我口唱新歌,赞美我们的神 许多人看见了就必惧怕,并且要倚靠耶和华 那倚靠耶和华,不转向高傲和偏向虚晃的人的 这人是有福的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还的意念很多 没有人可以和你相比 如果我要述说臣民,也多到不能生署 祭品和礼物不是你喜悦的 你开通了我的耳朵 凡记和赎罪记不是你要求的 那时我说 看啊,我来了 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 我的神啊 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 你的律法藏在我的心里 我要在大会中传扬公义的福音 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 耶和华,这是你知道的 我没有把你的公义隐藏在心里 我已经述说了你的信实和救恩 在大会中,我没有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 求你的怜悯,不要向我止息 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护我 应有无数的祸患围绕着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看见 他们比我的头发还多 以致我心惊胆战 耶和华 求你开恩搭救我 耶和华 求你快来帮助我 愿那些寻找我的 要毁灭我命的 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受入 愿那些对我说 啊哈啊哈的 都因羞愧而惊慌 愿所有寻求你的 都因你欢喜快乐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要尊耶和华为大 至于我 我是困苦贫穷的 主人顾念我 你是我的帮助 我的拯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担言